一講到原筆,我們就很難不會提到原筆頭上的這個拆膠 記不記得我們學寫字學計數的時候,這顆的拆膠對我們有多重要呢? 一寫錯字,我們就立刻拆掉它再寫過 這一個就是膠刷最大的功能 隨著時間的轉變,不同的改錯文具陸續出現 拆膠改不到的錯誤,又有圖改翼、改錯貼紙可以幫忙 就算現在我們用電腦,鍵盤上同樣有一顆按鈕 是寫到明是delete,即是刪除 一打錯字,立刻就delete了它,打過過,作用就等於這個膠刷一樣 為什麼要有膠刷,圖改翼,刪除祭呢? 其實是說明了一件事,就是說錯誤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我們又不可以容許錯誤繼續下去 所以就要拆掉它,改回對了 其實錯誤同樣會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人生會有很多的犯錯機會 錯誤過範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有兩種的極端效果 正面的就是從錯誤之中學習 首先是要知錯,然後認錯,然後就改錯 只要改正,錯誤對我們來說就有正面的作用 但是很多時候錯誤也會帶來負面的效果 我們礙於面子或者其他的原因 明知有錯都不認,或者是不肯積極去改,改得不夠徹底 結果就是依然故我 事實上過範是可以逃末去的 所以有一節聖經金句話 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逃末 就是這個道理 寫完不治,我們可以試過在同一個位上錯完又錯 最後是拆到連張紙都串起來 人生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懂得在錯誤之中吸取教訓 不去真正改錯 假如我們在同一件事上錯完又錯,兜兜轉轉 都仍然是重度覆設,落在同一個錯誤之中 這樣就是極度負面的錯誤了 拆膠雖然給我們改錯的機會 但是拆完一次又一次,連張紙都串起來 我們的過錯就沒得慢,不能夠補救得到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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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